我是應用心理系智商輔導組數二的學生 那我們學校這個科系主要是希望我們將理論 學校所學理論以外其實可以跟食物做結合 因此才有機會進到所謂的矯正單位 然後進行服務 那其實在系數的安排下 其實我們這學期有機會跟新竹看守所 然後進行收容人的一個服務工作 對 那主要其實服務的內容 其實就是進行一些團體的活動的安排 那其實對我來說比較深刻的體會 是真的對於這群青少年 進到這個服務體系裡面來 才知道這群青少年的背後 其實都有一段令人心疼跟心酸的一個故事 對 那也因此讓我覺得 其實未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進到所謂的矯正機關裡面 然後繼續為這群收容人 然後進行服務的工作 心理系它的知識再來自於研究 在研究人之後 我們會把它應用在實際的生活中和社會裡面 譬如說我們會把我們的知識 應用在監鎖在醫院在學校 這些都是我們心理系 從夢想到實踐的一個訓練過程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學生已經在這裡圓夢了 譬如說有八十幾個學生已經考上臨床心理師 甚至在各個博士班 在企業界都有很好的成就 心理系可以帶給你夢想 也可以帶給你希望